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来谈一下成人的饮食密码 我们到底要按照什么密码来吃东西呢? 这个密码是来自哪里呢? 就是来自你当你还很小,十个月大的时候 妈妈到底给你吃什么母乳呢? 母乳的营养成分是什么样呢? 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妈妈告诉我们的母乳的秘方来吃的话 那么你就会很健康 我们这个单元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就是按照母乳脂肪酸的比例来吃油 第二就是按照母乳母奶乳糖比例来吃碳水化合物 第三就是按照母乳氨基酸比例来吃蛋白质 今天我们是要讲的是碳水化合物这一篇 我们看这个上面的最上面一行 墨力色的 这个碳水化合物母乳里面占总能量来源的46% 脂肪中间这个占47% 旁边这个蛋白质占7% 那么我们刚才讲过脂肪了 现在要讲碳水化合物 占46% 那么我们现在人已经长大了 可是呢 我们要吃的营养成分 碳水化合物还是不要超过50% 是一个最理想的情况 那么脂肪占40% 碳水化合物占10% 就是504010的比例是一个我们叫做正常饮食 常糖生酮的这个比例 我们讲常糖生酮 常糖就是指碳水化合物不要超过摄习 每天摄习总能量的50% 那么为什么叫生酮呢 就是说我们人的能量有两种 一种叫做来自葡萄糖 一种叫做脂肪酸 那葡萄糖是一个很小的糖 它只有六个碳 它可以很轻松的进到细胞里面 那么可是我们的脂肪呢 通常都是12个碳以上的比较大 它没有办法直接进到细胞 就是要由肝脏来切 切成四个碳四个碳三个碳的酮 来取代葡萄糖变成燃料 所以我们叫生酮 所以我们人是可以生糖也可以生酮 生酮就是燃烧脂肪的意思 所以我们抽血检查呢 就可以发现你的酮比例看是多少 比方说一到三是一个最好的 一个生酮饮食的这个比例 可是呢一个人如果你饿了吃饿了吃 一直很少吃油脂 只是吃碳水化合物 那么你身体里面的这个酮体会在0.1 或者0.0几以下 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在用脂肪在燃烧嘛 这个就是生酮的人 那像我本身我吃断糖生酮饮食 我的酮常都在维持在1以上 如果能够维持在1以上 1.5啊2.0 这个叫做营养性良性血酮化 我们都知道一部车 加柴油的就加柴油 汽油的就加汽油 你不能加错了嘛 那么我们人这一部车呢 它不一样 它加的柴油是碳水化合物 就是要加50% 50个percent 油脂呢加40%就是汽油 那么蛋白质呢就等于是机油 这三种的比例呢 就是50 40 10的比例 如果你不按照这个比例来加 你乱加的话呢 就好像你这个车加错油 导致你这个60兆个细胞的引擎都烧坏掉了嘛 就会引起各种疾病 所以看大家 大家知道这个新陈代谢疾病 为什么会新陈代谢疾病呢 最主要就是你吃错东西嘛 比例是对 吃不对啊 引起代谢症候群 引起癌症 都是这样 我们本身是做中道自然医学 中道自然医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认为说 酸跟自由基堆积在细胞里面 会引起大部分的后天性的疾病 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要把酸排掉 那么要酸排掉呢 我们就是用氢气跟奈米光能冷光热了 可是我们不要只想到治疗 还是想到说要怎么样预防它堆积太多 那个就是要靠好好的吃这个正常的长糖生酮饮食 我们来问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吃碳水化合物呢 因为它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提供燃料能量ATP 一个是构成细胞膜的成分跟修复的作用 我们先看这个能量 我们知道葡萄糖是一个好东西 脂肪也是一个好东西 要有一定的比例 因为葡萄糖它会产生二氧化碳 产生能量 产生水 产生这个CO2 脂肪也是一样 那么这两个是好东西 我们要依赖它来产生能量 不管是油脂 还是碳水化合物 它里面的氢都会被这个剥下来 就来到这里 脂肪就来这边 ATP合成绵充电 那么它这个电子呢 就在这里 跟空气中的氧形成了水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天到底要吃多少碳水化合物呢 不是说50个%呢 50个%吗 要怎么算呢 比方说一个70公斤的人 他每天一公斤体重要30大卡的热量 也就是差不多等于是2000卡 那么我们前面说过了 就是2000卡里面其中50% 可以来自葡萄糖 那么50%就是1000大卡嘛 那么1000大卡是来自多少的碳水化合物呢 就要被1000倍释除 为什么要用4来除呢 就是因为一公克的碳水化合物 会产生4卡的热量 所以我们一天可以吃的碳水化合物 是250公克 70公斤的人 我们这个表就是说 看看我们100公克的这个食物 能够提供多少的碳水化合物呢 比方说米饭可以提供41公克干的 如果是比较湿的呢 提供28公克 那么如果我们吃马铃薯的话呢 大家看这个马铃薯 你不是吃100公克的马铃薯 就会得到100公克的碳水化合物哦 这个要搞清楚 我们要算干物量 因为马铃薯它含80.9%的水分 所以你只能够得到14.8公克的 这个淀粉 所以要注意干物量 再来呢 第二点就是谈到说 碳水化合物也会成为 变成这个细胞的一个 一个组成的成分 尤其是葡萄糖它只是单糖 这个碳水化合物的一种 那么其他还有什么 半乳糖啊 甘露糖 盐藻糖 木糖 乙烯葡萄糖胺 乙烯半乳糖胺 乙烯神经胺酸 这个一共八种 这个八种有什么用处呢 它就是细胞的天线 如果你这个八种这个叫做必须的这个 这个单糖不够的话 那么你的天线就很少 细胞的天线就不够 那么如果你这个八种的这个 必须的单糖都有的话 那么你天线就会很好 这个就是蛋白质 这个蛋白质 那么它上面的这个就是多糖体 那八种多糖体 如果你的这个多糖体 很好的话 那么细胞就很好沟通了 各种细胞之间就可以互相沟通 那么如果说他们这个多糖体不足的话呢 细胞沟通就会发生问题了 比方说 这个 三手细胞 癌的三手细胞 它多糖体不够 那么它就无法辨证什么是癌细胞 常常就让癌细胞长大 还有就是如果你的免疫细胞之间呢 它多糖体不够 它有时候会搞不清楚 它不但不打坏人 不对抗外来的这个 义物过敏炎 它还攻击你的身体 就会产生自体免疫疾病 好这个就是多糖体不足的一个 很会产生的一些疾病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看看 碳水化物淀粉水果 这些如果吃过量 会引发葡萄糖果糖的中毒 那么这个中毒的后遗症是什么呢 我们看 就是第一就是 细胞耐酸中毒 肥胖 脂肪肝硬化 糖尿病 还有脑神经疾病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先来看这个脑 细胞内酸中毒 因为葡萄糖 它一个分子会产生 38个ATP 还有6个二氧化碳 38倍6除等于6.33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脂肪酸的话呢 它会一个16个碳的中里酸 它会产生129个ATP 跟16个二氧化碳 那么129倍16除等于 8.06 所以烧 脂肪酸的效率 比烧这个葡萄糖 好了百分之 多了百分之二十七 所以我们这个比例一定要 要适当 不要过量 不要过量 依赖葡萄糖 那么产生 吃了太多的葡萄糖呢 你身体就会产生很多的酸 加上你油脂吃的不够 你的细胞排泄的管道不好 酸就会累积在身体里面 我们身体细胞里面的正常的酸减值 是应该要7.2 细胞外面是7.35到7.45的 就是这个恒定的比例 我们人体所制造的肺气污呢 主要就是以酸跟基乳肌为代表 它一定要被完全排除出细胞里面 细胞外面 这个是我们的肾脏 这个是疏尿管 这个是膀胱 我们吃下的东西 如果没有被吸收被消化的话 它就会变成这个大便 那个只是浪费而已 那么你吃进来的东西呢 大部分都是要经过膀胱排泄出来 所以膀胱里面它会产生 身体会产生很多酸 所以我们的尿里面一定要有酸 正常是5.5以下才正常 如果你的尿的酸减值是6以上 7、8、9、10 这个都是非常不正常的一个 不健康的一个状况 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另外飞气污里面 还有一种像卢渣一样 代表性的物质就是自由基 我们把排出来的尿呢 除了做酸减值检查之外 还要把它放到一个玻璃杯 玻璃管里面 里面有4G就可以吃自由基 那么如果是颜色少的话 自由基少 颜色多的话自由基多 像这边有一个患者 他就是葡萄糖中毒 他的症状就是说 他一个礼拜要看三次急诊 血液都飙到200多 结果他来给我看 我一看我想 哇这个人一定是吃淀粉吃太多 我问他 你会不会米饭吃很多吗 他说很少 那面食呢 我也不大吃 那么水果呢 他说也是很少 那我想怪了 怎么会这样呢 后来我说你最近有没有吃什么营养品 他说我最近每天朋友都送那个蜂蜜嘛 不吃白不吃 每天都吃了大概100cc的原汁的蜂蜜 我想啊糟糕你一定是葡萄糖中毒了 我就开始叫他做断糖生通仪式 当天呢 也叫他到一个保健馆去体验吸入这个氢气 他吸一吸 吸了两个小时 他的酸简直就变了 酸就排出来了 同时自由基也排出来 自由基4变成9 大家看左下方这个自由基 本来没有的 变成排出来了 酸也排出来了 8变成5.5 那么差不多半个月后 他再来 他的酸有比较排了 后来降到6 还是一样 酸7.5变6 自由基4变9 他到最后28号来 他就 自由基有在自己排了 酸也比较酸了 可以排到5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他再来我们这边的一个月里面呢 他从来没有再高血压过了 所以我本身是认为说高血压这个病 绝对是不用吃药的 只要你能够好好的调整饮食 几乎大概99% 除了一些要开到的高血压以外 几乎都会好起来 所以断糖 生酸饮食是用在某一些方面 他吃菩萨糖 吃过多的时候要断一下糖 断了糖以后了 慢慢再恢复 再恢复到低糖饮食 像这边有一个患者 他才40岁左右 他这个有忧郁症 骗头痛好几十年 安眠药吃了好几十年 脑污 脑常常迷迷糊糊的 势力模糊 月入数十万 他都没有办法再工作了 你看他4月21号来 他的尿都是减的 都排不出来 第二个 4月23排不出来 到最后都排不出来 排不出来 我有叫他做生通饮食 那到5月1号那天 我觉得不可思议 做生通饮食 怎么酸都不会排呢 尿还是疤呢 酸都没有排呢 那我就问他 你有没有生通饮食 他说有啊 他说我都没有吃淀粉啊 我说那你有一天吃多少 他说有我还没有吃啊 我们天只吃大量的肉 我的天啊 在我们最后一篇那个 碳水化合物那一篇 就讲说你吃肉 因为肉有50% 会变成淀粉啊 会变成葡萄汤啊 他吃肉等于是 就是吃没有断糖嘛 还是吃很多糖 后来他开始断糖以后 隔了一个礼拜 你看他的酸就一直排出来了 那么他穷死就好起来了 我刚开始叫他断糖 断一断时间 以后慢慢可以恢复 慢慢的增加糖的这个比例 也人 我并不认为人要一直 永远的这个断糖 不见得有必要 可以吃低糖饮食 再来呢 讲的就是肥胖 因为我们吃下来的 碳水化合物 经过胰岛素的作用 它会促进葡萄糖燃烧 合成肝糖 也会合成脂肪 合成蛋白 所以说我们吃下去的这个葡萄糖呢 淀粉呢太多 它就会变成脂肪啊 累积在身体里面 所以说很多小胖嘛 小孩子很多 吃含糖饮料吃太多 就会变胖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肥胖 大部分是淀粉吃太多 引起的 所以这个葡萄糖 氨基酸 蛋白质会变成氨基酸 油脂会变成脂肪酸 淀粉呢 它水化会变成这个葡萄糖 葡萄糖又储存成肝糖 所以我们身体里面 你吃的这个葡萄糖 氨基酸脂肪酸 它这个之间是可以互换的 这三种呢 这是我们细胞里面的 我们这个等于 这个发电机 三种都可以拿来发电 可是氨基酸比较少 它不是一个好的燃料 所以我们之间这个原料 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当然我们要最好是按照 正常的比例吃 可是你某些部分不够的时候 它是会互相转换 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所以我们要吃 某些情况下 要是断糖渗透饮食 某一个情况要是低糖饮食 这个是一个要好好的来讨论的 再来就是说 果汤葡萄糖吃太多会引起脂肪肝 尤其是果汤 果汤你看它是一个五角形的 一二三四五 葡萄糖是六角形的 我们身体里面呢 没有一个细胞 包括脑细胞在里面 它都不代谢果汤的 所以说像我们这个便利商店卖这个果汤 事实上是应该危害我们人类不浅的 它是应该被禁止来贩售的 有很多国家就禁止这个果汤的这个贩卖 当然我们台湾明知未开嘛 所以大家还觉得果汤还不错 这个葡萄糖呢 蔗糖呢 它也是含一半的果糖 所以蔗糖也不是一个好东西 蔗糖不是一个好东西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果糖 既然没有人喜欢它 那么谁会处理它呢 肝脏 肝脏不是拿来利用 肝脏是把这个坏东西变成一个脂肪 把它储存起来 所以我们这个 你淀粉吃的多 最后就一直一直让这个果糖 这个一直分泌 让这个胰岛素一直分泌 分泌的话呢 你这个葡萄糖多余的 果糖多余的就会储存在肝脏里面 上面是正常的肝脏 下面是有脂肪肝 你的肝脏里面呢 就充满了脂肪 时间久了呢 会变成肝硬化 你看 这个肝硬化是这样 这个化的颜色呢 还比较红一点 以前我记得 我在做外科的时候 有时候有些人在喝酒 它的肝几乎是黄色的 我们这个叫猪肝色嘛 它的肝脏几乎黄到像那个 一些金黄色的肝 那么一个人如果说是已经有脂肪肝 那要怎么办 能不能治疗 其实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清水断食 这个我都请很多患者做过 就是说 当你完全不吃东西的时候 你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 喝纸喝水 当然要看一些客观的条件 看你身体会不会出什么状况 要有医护人员的监督陪同之下才能够做清水断食 不要自己随便做 当你身体 你身体的葡萄糖的库存量 大概只有500公克 你一天不吃东西 不吃淀粉 你的葡萄糖就用完了 用完了怎么办呢 你就开始会 你的身体就会开始用你的这个雪梨里面的酸酸钥脂 还有 肝糖用完以后呢 就是用这个脂肪 脂肪一直用一直用 事实上脂肪肝 大概在你清水断食七天以后 脂肪肝就会减少减少非常的多 还有之后呢 就吃一点断糖生通饮食 完全不吃这个 这个让脂肪全部代谢掉 不吃淀粉 然后呢 以后如果情况好了以后呢 慢慢再恢复吃一点点的这个低糖饮食 我们所谓长糖饮食是 碳水化物占能量的50% 那么低糖的话呢 占40% 30% 20% 跟10% 都是叫做低糖生通饮食 再来就是要谈到糖尿病 葡萄糖 淀粉吃太多 容易引起糖尿病 这个我们吃东西下来呢 食物里面 它就会变成这个葡萄糖 葡萄糖呢 这个胰岛素 会分泌胰岛素出来 这个胰岛素就好像是一个钥匙 它插进去这个 葡萄糖受体 然后就把这个葡萄糖通道打开 然后呢 我们身体 就身体这个葡萄糖就可以被利用 胰岛细胞里面 它有四种细胞 叫阿法 Beta Gamma Delta 那么 胰岛素 它是由这个Beta-cell产生的 胰岛素是Beta-cell产生的 那么 这个另外一种呢 这个 细胞产生 阿法-cell产生 Glucagon 生糖素 它跟胰岛素的作用刚好相反 那么如果我们一直吃太多的这个淀粉 我们的这个葡萄糖升高 胰岛素也会一直升高 逼我们的这个胰岛素一直分泌分泌分泌 胰岛素一直被B的 一直分泌 时间久了也会疲乏嘛 那疲乏以后当然还有很多原因 那我们的这个正常的人呢 胰岛素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正常的情况 那么这个是胰岛素分泌 久了不会分泌的 分泌量很少了 常常就变成第一型的这个糖尿病 当然有自体免疫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我们这个一个有糖尿病的人 事实上我曾经写过一本书 叫做糖尿病不用吃药不用打针 那么一个糖尿病的病人 如果他能够彻底断糖的话 基本上是绝对不用再吃 吃这个降血糖的药的 比方说这个 很多人酸酸干油脂胆固醇不正常了 甚至肥胖了 然后呢血糖高了 血糖高了 如果一直吃药的话 是没有办法避免后遗症的发生 糖尿病的后遗症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 截肢嘛 瞎眼嘛 洗肾嘛 当然还有什么四网膜玻璃啊 中风啊 心肌梗塞啊 等等都是这样 所以说 我本身 当然以前 大家也应该也知道 我本身以前有血糖高嘛 我的血糖曾经高到1000 糖化血色素正常是2 是6 我是13.5 我是一个重症糖尿病患者 那今天我本身也没有再吃药啦 我是断糖生同饮食嘛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一个人 你血糖高了 你不控制饮食的话 你只是打一道素 那么你只是打这个 吃这个降血糖的药 就好像是一栋木造的房子 已经开始有白蚁在住了 你根本就不管它 也不开始防虫 你只是说 这个眼不见为尽 把这个药吃下去 血糖正常 你就以为你的糖尿病好了吗 根本就没有 有一天呢 房子垮下来了 就代表说 你的后遗症就出来了 所以 我 大家可以搜寻一下 就是 你搜寻一下 糖尿病不必吃药 不必打针 就看到我写的一本小书 里面有十几万字 说怎么样来对抗糖尿病 糖尿病绝对是 不用吃药 不用打针 甚至第一型糖尿病 胰岛素 我很多患者都停掉 当然 第一型糖尿病 如果你 吃断糖 渗通饮食 完全不打 胰岛素的话 你要有一些技巧 不然有时候会引起 这个 铜酸中毒 这个是另外的一个液体 再来就是说 葡萄糖过量 会引起脑神经疾病 脑神经疾病 是怎么引起的呢 第一就是脑细胞酸 跟脂有机过多 第二就是缺乏脂肪酸 第三就是 过敏盐进入脑里面 第四就是 碳水化合物裹糖 这糖吃太多 脑神经对 葡萄糖的代谢能力降低 还有就是 脑神经过度利用葡萄糖 第六呢 就是二氧化碳过高 这六个原因会让 我们的这个脑细胞受伤 脑细胞 看哪里受伤 就引起哪里的症状 我们如果照PET 正值扫描 大家看到上面这个 脑细胞吃了很多葡萄糖 脑细胞是喜欢葡萄糖 是非常需要葡萄糖的 那么这里是癌细胞 这个是癌细胞 癌细胞也是喜欢葡萄糖的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图呢 就是左边这个人是正常的 打PET 正值扫描 葡萄糖同一素 右边这个人呢 是阿滋海默症 这个是忧郁症 忧郁症 脑细胞没有办法带些葡萄糖 那么另外有一些人呢 脑部过度放电 这个是强迫症 还有这个精神分裂 那么脑部过度 利用葡萄糖 或者我们讲的比较浅白一点 就是对葡萄糖过敏 有哪一些疾病呢 就是癌症啊 还有就是 妥瑞啊 过动啊 躁症啊 都是细胞过度利用葡萄糖的 所以说我曾经写一本书 叫做 精神神经疾病不要而已 这本书 大家按照这个名称来去搜寻 就可以看得到 我这个大概三年前 写的一本书 因为我本人不承认有精神病 我认为说 所有的精神病都可以经由 这个饮食控制 还有到保健管去吸清 还有用生成核心治疗 来得到治疗的 所以呢 常常有很多患者 到我们诊来 我都跟他们说啊 你这个精神病 是叫没药医的 患者都会吓一跳 怎么说我没药医呢 我跟他说 不要用药才会好 因为你吃了一个精神科的药 精神科的药 往往会有一些副作用 等下你跟精神科医师说 什么副作用 他又开另外一种药来压 这个副作用 可是一种药又有另外的副作用 我曾经看到一个精神分裂的患者 肥胖不说 他吃了20颗的药 我根本就拿他没办法 他对药已经有心理性的依赖 所以说 不管是神经疾病 还是精神疾病 或者是八经神疾症 或者是阿兹海默症 全部都是脑神经细胞 施养症候群 施养症是前面讲的 脑过敏 脑没有油 没有油脂 还有脑 这个电粉吃太多 等等 所以说 我的治疗方式里面 断糖生酮饮食 就是一个对脑神经疾病 或者精神疾病 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我不轻易叫患者断糖 可是脑细胞的疾病 其实除了断糖以外 好像没有其他很好的方法 因为脑细胞有的是过度利用葡萄糖 你就不能让它吃葡萄糖 有的是不会利用葡萄糖 你就不要硬逼它吃葡萄糖 就是换成铜的来当瘾 来当这个 来当这个叫做能量来源 所以说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叫做葡萄糖的食用 断糖生酮饮食要另外的篇章来讲 那么能够吃到低糖也不错了 千万千万不能够吃甜食 因为在美国的1920到30年代 还没有 对癫痫还没有药物的时候 他们给癫痫患者的治疗就是断糖 断糖生酮饮食 还有大概有50%的效果 所以呢 我们自然医学是说百病同年百病同僚 就是说 你吃东西呢 一定要按照你妈妈的这个 给你的密码 在母组里面就呈现了 你不用听什么专家的话 听你妈妈的话就可以了 妈妈的母乳成分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我们要强调的一个 一个道理 所以说上面呢 讲的就是要按照母乳 母奶乳糖比例来吃碳水化合物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收看下面的 按照母乳脂肪酸比例来吃油 跟按照母乳的氨基酸比例来吃蛋白质